楼下 马翠红跟刘洪伟俩人 正凑在一起 亲亲我我的聊着 女儿跟陈东的八卦 这时 却见陈东已经沉着脸 从楼上走了下来 马翠红刘洪伟都是一愣 尤其是马翠红 刚才他上去的时候 明明看到陈东跟女儿 也才只是进行到 预热阶段而已 结果这一转眼的功夫 陈东就下楼了 这未免也太快了点 陈东 你这就走啊 马翠红善笑道 陈东却是懒得理会 静止走了出去 刘洪伟看着陈东离开的背影 也是不由地感叹道 这小子 咋比我还快呢 快走出大门的陈东 听到这话 脚下一个踉跄 差点没一头栽倒在地 这一家人 简直是不可理喻 离开刘文利家后 陈东静止便朝着家里走了回去 这几天 他住在城里 一直都没回村 都有点想家了 一路上 村里人见了陈东 对于他的身体状况 都很是关心 毕竟上次陈东可是浑身是血被救护车拉走的 村里不少人都还觉得 陈东可能要活不成了 如今见到陈东安然无恙地回来 都是十分惊讶 陈东也没跟那些村里人过多解释 只简单地寒暄了两句 便直接走了过去 只是 在陈东走到半路的时候 一只大手 却是忽然伸了出来 一把便将陈东拉进了门 陈东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潘春梅给拉进来院子 堵在了门后 傻冬子 你可算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 这些天婶子有多想你吗 说着 潘春梅一把便将陈东紧紧地抱在了怀中 一时间 两股庞大的充实感 立刻便传到了陈东胸口之上 瞬间便让陈东一阵心神荡漾 刚刚感受过刘文立的 如今在感受潘春梅 两相对比之下 陈东才更加真切地体会到 潘春梅的 究竟有多大 只能说 刘文立在潘春梅面前 实在是小屋见大屋了 好了 春梅婶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你这个样子 要是让人看到了 又该说闲话了 你还是先把我松开吧 陈东刚想从潘春梅怀里挣脱出来 却是再次被潘春梅死死报警 我才不松开 反正现在婶子是自由之身了 再也没人能管得了婶子 谁爱说 就让她说去好了 婶子才不在乎呢 说话间 潘春梅抱得更加用力了 说实话 看到潘春梅这副样子 陈东心里还是挺欣慰的 其实 他想要看到的 就是潘春梅这副无所顾忌的样子 现在 杨丽莲郭大鼎他们一家人 再也无法控制潘春梅的行为 如今的潘春梅 终于是彻底自由了 只是 还没等陈东都说什么 潘春梅却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赶忙将陈东松开 这倒是让陈东有些意外 春梅婶 你怎么又把我松开了 潘春梅顿了顿 随后心有不甘地说道 我这还不是为你着想吗 婶子现在 虽然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可傻东你还是要留着脸面的 你的好名声 可不能坏在了婶子手里 听到这话 陈东心里莫名的一阵感动 这个女人 竟然如此为自己着想 把自己的脸面放在第一位 还真是难得 不过随后 潘春梅却是又凑到陈东耳边 吐气如蓝地道 傻冬子 要不然 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 留在这里陪着婶子好不好 潘春梅的红唇 几乎要贴到陈东的耳朵上 说话间 一股温热的气息 传入陈东的耳朵里 直暖得陈东浑身酥麻 陈东打个机灵 他自然知道 潘春梅让他留下来是什么意思 哪怕是不越雷池 只怕也少不了折腾自己 陈东赶忙道 春梅婶 我这刚回来 还没来得及回家呢 要不我还是改天再来陪你吧 那个 没啥事我就先回去了 陈东说着 脚底抹油就要开溜 只是还没来得及溜走 潘春梅却是一步跨了过来 直接挡在了门口 一时间 整个大门都被潘春梅那两个巍峨的大山给彻底挡住 骗人 我刚才明明亲眼看到你跳到刘洪伟家院子里的 你能对马翠红的刘文利那娘俩下手 怎么就不能对我下手呢 分明就是看不起我 潘春梅双手掐腰 气鼓鼓地看着陈东 身前的傲然也是随着他的生气 而上下起伏 畏为壮观 听到潘春梅的抱怨 陈东简直是哭笑不得 什么就对马翠红跟刘文利下手了 还真是听风就试雨啊 看来喜欢吃醋 是所有女人的天性 陈东赶忙解释道 春梅婶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我是那种人吗 再说了 就马翠红跟刘文利 他们娘俩加起来 也没没办法跟你比啊 潘春梅眼前一亮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陈东趁机赶忙拍起了马屁 春梅婶你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身材还好 最主要的是 你有一颗善良的心 不知道要比马翠红跟刘文利 他们俩好多少倍呢 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听好话 潘春梅也一样 听了陈东的夸赞 潘春梅嘴角满是笑意 面若桃花 美得让人心动 这还差不多 算婶子没有白疼你 潘春梅大咧咧地拍着陈东的肩膀 笑着夸赞道 随后 潘春梅又想到了什么 既然你找马翠红他们 不是干那种事的 那你偷偷摸摸地跳进去 是去干啥的 当然是有正事了 什么正事 说出来让婶子听听 潘春梅显然还是不放心陈东的话 继续追问 陈东无奈 值得把刘文丽在直播间里销售山寨产品的是说了出来 听了陈东的讲述 潘春梅顿时愤怒不已 怪不得我们食品厂最近也接到了好多消费者的投诉 说是我们的产品有质量问题 之前我还在纳闷呢 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原来都是刘文丽那个死丫头在背后搞的鬼 陈东愕然 他也没想到 除了养人酒之外 刘文丽竟然还山寨了自己其他的产品 这耗羊毛是逮着自己一个人耗啊 陈东随即说道 春梅婶你也没必要太生气了 我刚才已经敲打过刘文丽 让他以后不许再搞那些山寨产品了 以他的胆子 只怕以后也不敢乱来了 潘春梅确实不以为然 刘文丽是不敢 可你能保证其他人不敢吗 陈东愣了下 什么意思 那么多山寨产品 你觉得就凭他刘文丽 一个小丫头骗子能搞得起来吗 潘春梅沉声道 前些天 我见刘文丽跟董家的人走得挺近 就觉得很不对劲 现在听你这样一说 我大概就明白是咋回事了 只怕那些山寨产品 都是出自于董家之手啊 陈东恍然大悟 现在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如果说那些山寨产品 真的是董家搞出来的 那刘文丽在这整个产业链条里 最多也就只是 起到一个销售宣传的角色而已 那么多山寨产品 那么大的经济收益 只搞定一个刘文丽 真的能让董家人赶到敲山震虎 见好就收呢 陈东希望如此 要不然 那他也就只能不客气了 当天晚上 刘文丽就找到了董鹏 潘春梅的猜测完全正确 那些山寨产品 的确就是董家人搞出来的 前段时间 刘文丽刚刚踏入直播行业 挣极着想要挣快钱 于是便想到了山寨 陈东产品这个主意来 一来 产地都是青山村 更能取得外人的信任 二来 刘文丽也存着山寨 陈东的产品 然后报复陈东的心思 主意有了 剩下的就是产品生产的问题了 整个青山村里 能够搞得起这么大产业链的 也没几个 刘文丽唯一能想到的 也就只有董家了 于是 刘文丽便找到了董鹏 寻求合作 当时的董家 食品厂跟服装厂 都接连被陈东给干倒闭了 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 刘文丽这个想法 无疑是给他们打开了一条 全新的财路 于是 双方一拍集合 便一起搞起了 集生产营销于一体的 山寨产业链 还别说 短短的时间 就已经让他们赚了个盆满钵满 简直比他们当初干食品厂 干服装厂的时候 要爽太多了 只可惜 好景不长 如今出了这种事情 哪怕是在赚钱 刘文丽也不敢干了 他可不想坐牢 找到董鹏后 刘文丽便把陈东找到他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 董鹏听了之后 也是颇为意外 这个傻逼陈东 还真是够惊的呀 他妈的是怎么发现的 董鹏气得破口大骂 刘文丽叹了口气 无奈地道 他是怎么发现的不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是 陈东已经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 我们不能再继续搞那些山寨产品了 你现在就打电话 让工厂那边赶紧停产吧 停产 董鹏愕然 刚要说什么 却听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停什么产啊 说话间 董大勇一脸阴沉地从楼上走了下来 他看着刘文丽 一正此言地道 厂子现在就是老子的命根子 哪怕是地球不转了 老子的工厂也绝对不能停 这段时间 董大勇靠着山寨工厂 狠狠地大转了一笔 简直让他的事业达到了人生巅峰 如今 刘文丽却告诉他 要让他立刻把工厂停了 这跟断他的命根子有什么区别 董大勇自然不可能答应 刘文丽一阵无语 董叔 你是不是没听懂我的话啊 陈东现在已经知道 咱们山寨他产品的事了 而且你生产的那些假酒 都已经把人喝出病来了 你要是再不让工厂停工 继续下去 咱们真的有可能都要坐牢啊 董大勇吃笑一声 不以为然地道 做什么劳啊 那姓陈的吓唬你而已 瞧把你吓成什么样了都 刘文丽急切不已 可是他都已经知道 咱们山寨的事 你就不怕他举报吗 错 董大勇冲刘文丽摇里摇手指头 一脸严肃地道 那小杂种现在就只是知道了你而已 并不知道那些山寨产品是我们生产的 更不知道我们的厂子在什么地方 他就算是想举报 也没有我们任何证据 董鹏也跟着附和道 小丽 我爸说的没错 你呀 就是胆子太小 那沉冬两句话 就把你吓成了这副模样 你也太沉不住气了 董大勇一脸傲然地道 俗话说得好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这山寨行业这么挣钱 我是绝对不会停下来的 随后 董大勇右转说道 这样吧 如果你真的害怕 我也不拦着你 你现在可以退出 以后真出了什么事 也就跟你没关系了 不过那个营销账号 还是要留给我们 你放心 我们也不会亏待你 给你的分成 可以从之前的三成 继续给你保留一成 你看怎么样 刘文丽愣在原地 他没想到 这董家父子的胆子这么大 即便在陈东下达 最后通牒的情况下 竟然还敢继续执迷不悟 刘文丽算是看出来了 这父子俩已经被朱油蒙了心 哪怕自己再怎么劝 也是劝不回来了 刘文丽现在只能尽量地 跟这俩人撇清关系了 营销账号我可以给你们 不过要转到你们的名下 还有那什么分成 我也不要了 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以后这件事 跟我再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说吧 刘文丽二话不说 扭头就走 小丽 我送你 董鹏说着 便赶忙追了出去 刘文丽气鼓鼓地走在前面 董鹏则是跟在后面 借着夜色 董鹏的目光在刘文丽的背影上 反复地打量着 纤细的腰身 挺翘的美臀 眼前这个女生 实在是太漂亮 太和董鹏的胃口了 简直要比马翠红要强了太多 他此刻越看刘文丽的背影 越觉得有些按捺不住心理的躁动 最近家里赚了这么多钱 让董鹏的胆子也变得大了起来 眼看着刘文丽就要走到门口 董鹏再也忍不住 直接便朝着面前那个亮丽的背影 扑了过去 董鹏已经迫不及待 要把眼前这个青山村最火辣的女生 给占为己有了 只是 还没等董鹏扑到跟前 刘文丽却是率先反应过来 只见他猛的一个转身 嘶 一股防狼喷雾 直接便冲着董鹏的眼上喷了过来 啊 眼睛离火烧一般的感觉 疼得董鹏嗷嗷大叫 眼泪也是再也控制不住 直接狂涌而出 刘文丽看着面前董鹏的惨状 却是一脸不屑 不得不说 刘文丽还是很有心眼的 他很清楚 董鹏之前敢对他下药 那就一定是对他贼心不死的 所以 每次跟董鹏打交道的时候 他都是留着个心眼 专门在身上带着一瓶防狼喷雾的 没想到今天还真让他派上用场 就你这副窝囊样子 也敢打我的主意 活该 丢下这句话 刘文丽便愤恨离开 这一次 他跟着董家父子 算是彻底分道扬镳了 刘文丽走后 董鹏第一时间便冲到了水龙头跟前 拿水拼命地冲了好长时间 眼睛里的疼痛才终于缓解了一些 此时的他已经是彻底暴怒 妈的 刘文丽 给脸不要脸 你给老子等着吧 等老子再多赚点钱 拿钱砸也要把你砸到床上去 回到客厅里 董大勇看到董鹏这副样子 就猜出了一切 冷哼一声 戏雪道 瞧你这点出息 一个小浪蹄子就把你搞得五迷三道的 将来怎么能成大事 董鹏嘟囔道 我也想成大事 这不还得指望老爸 你多给我赚点钱吗 对了老爸 那个营销账号 咱们虽然要过来了 可没了刘文丽 咱找谁给咱直播呀 董大勇顿势轻哼一声 不屑地道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个耐子的女人 还愁找不到吗 放心吧 只要啃出钱 想给咱直播的女人一大把 只要给的钱够多 别说直播 怕是直播完了 陪咱爷俩个睡一觉 他们都抢着来呢 哈哈哈哈 听了董大勇的话 董鹏也是不由激动地两眼放光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有钱人的幸福生活 在向他招手了 第二天早上 陈东刚给老妈还有夏亲浅做好早餐 手机变响了起来 竟然是唐念成打过来的 陈东在围裙上擦干了手 便直接按下了接听键 唐总 怎么 我刚回来一天 你就想我了 电话那头传来唐念成无奈叹气的声音 显然是对陈东这种 不拿自己当外人的开场白 很是无语 假酒的事你处理得怎么样了 唐念成声音冰冷直奔主题 陈东拍着胸脯自信满满地道 放心吧 我已经全部处理好了 以后你都不用再为假酒的事操心了 是吗 唐念成冷哼一声 却是略带嘲讽地道 那我劝你 还是赶紧去看看那个青山村富婆的直播间吧 人家直播间里的假酒 现在正卖得热火朝天呢 什么 陈东傻眼 挂了电话 陈东立刻便下载了一个某音的直播软件 随即进入到了青山村富婆的直播间 刚一进去 一股强烈的音浪便汹涌而来 在劲爆的音乐声中 一个女郎正对着摄像头 卖力地扭动着自己的腰肢 这女郎身材火爆 穿着性感 舞姿也是分外惹火 透着一股专业 虽然这个女郎依旧是没有露脸 主要的直播部位 依旧还是奶 不过陈东还是一眼就看出 眼前这个女主播并不是刘文莉 因为这个女人显然是比刘文莉大了一个杯 一段任务结束 女主播便开始在直播间里推销起产品来 各位粉丝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好安逸呢 为了回报大家 今天我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一份特大福利 说着 女主播从旁边拿出了一个酒瓶 直接放在了自己的身前 这女主播今天的穿着颇为清凉 高山沟壑 颇为壮观 不知她有意还是故意 那酒瓶刚好被她卡在了沟壑之中 暗示十足 那些粉丝们看到眼前这一幕 都是不由的一阵躁动 一时间 留言里全部都是一些调戏之词 真的是 好大的福利呀 这福利真的是又大又白呀 小姐姐的双倍福利我好喜欢啊 看到屏幕上的这些留言 女主播的嘴角也是露出一抹略显羞涩的魅笑 显然 这也正是她想要看到的效果 眼看着粉丝们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 女主播随即便开始步入正题 最近有一种酒 在网上十分火爆 成为最近的网红产品 大家还给这种酒 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 叫做榨湿酒 甚至 因为这个榨湿酒人气太高 网友们想买都买不到 不过大家今天就算是来着了 富婆我刚好跟榨湿酒的老板是同乡 这次利用同乡之变 已经帮大家争取到了一批榨湿酒的销售权限 数量有限 大家先到先得呀 随着这女主播宣布 直播间里的粉丝们顿时炸开了锅 榨湿酒如今人气正高 这些人自然也都是听说过的 而且也的确是如女主播说的那样 他们想买也都买不到 如今 女主播直接提供了一个购买的渠道 这刚好就中了这些粉丝们的下怀 于是 在这女主播摆出链接之后 粉丝们便开始疯狂下单 几十万的货物 竟是在短短十分钟的时间内 就彻底销售一空 那女主播乐得合不拢嘴 干脆又来了一段更为火爆的热物 说是要回报粉丝 而屏幕前的陈东却是已经气了个半死 他刚才还跟唐念成拍着胸脯保证 说以后都不会有假酒的 结果现在人家就在直播间里大卖特卖的 这打脸来得也太快了 陈东二话不说便直奔刘文立家而去 刘洪伟跟马翠红依旧没在 陈东直奔二楼 一脚便将房门踹开 陈陈东刘文立一看到陈东 就意识到了什么 顿时面露怯色 陈东面色阴沉 刘文立 你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是吧 难道你还真想坐牢不成 陈东冷喝 刘文立吓得赶忙解释 陈东 你别误会 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我已经彻底退出了呀 陈东轻笑 跟你没关系 那跟谁有关系 这刘文立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懂鹏懂大勇是吗 不等刘文立回答 陈东直接说道 刘文立愕然 满脸的不可思议 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看到刘文立这副反应 陈东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你只需要告诉我 他们的工厂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刘文立却是摇了摇头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陈东双眼微眯 不知道 你跟他们一起合作了这么长时间 却说连他们工厂在哪都不知道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刘文立赶忙解释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厂子在什么地方啊 董大勇他们对于自己的山寨工厂一直都保持神秘 从来都不跟我透露任何信息 我听说 那个厂子里的工人都是从外地找来的 平常都不让他们出去的 我真的没骗你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刘文立一脸委屈 急得不行 看到刘文立这副模样 陈东就差不多猜出来 只怕自己还真冤枉刘文立了 他可能是真的不知道山寨工厂的具体位置 陈东真没想到 董大勇他们对于工厂的位置如此保密 看来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了应对举报的准备了 这个董大勇还真是够狡猾的 这些伎俩在普通人面前 可能还真能起到一定的防范作用 只可惜 在陈东这个曾经的兵王来说 这些所谓的防范 简直是形同虚设 毫不夸张地说 想要挖出那个山寨工厂的位置 陈东手里有无数种方法 就看他想用哪种而已了 行 我就暂时相信你一次 你最好没有骗我 要不然 我保证让你后悔 说吧 陈东直接转身离去 等听到陈东下楼的声音 刘文立这才长松了一口气 他还是第一次觉得 平日里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陈东 竟然还有如此让人感到恐惧的时候 虽然刘文立也不知道 陈东会有什么办法 能够把董大勇他们的山寨工厂给挖出来 不过刘文立就是有种感觉 董大勇 董鹏那父子俩 这次落到陈东手里 怕是要倒大梅了 从刘文立家里离开后 陈东便直奔董家而去 来到董家 陈东二话不说 一脚踹开了院门 一进院子便怒气冲冲地大喊起来 董大勇 董鹏 给老子滚出来 没多久 屋子里董大勇 董鹏听到动静 就冲了出来 看到陈东 董大勇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从一旁抄起一个木棍 怒骂道 小杂种 在这里叫什么叫 信不信老子打断你的狗腿 陈东轻笑一声 好啊 你倒是来试试 看看究竟是你的棍子硬 还是我的腿更硬 说着 陈东抬起腿来 直接便朝着院子里的一棵银杏树 踢了过去 咔嚓 一声脆响 那手臂粗的银杏树 瞬间拦腰折断 哗啦一声倒在了地上 把院墙都给砸塌了不少 董家父子看到眼前这一幕 都是吓得一个哆嗦 一脚踢断一棵大树 这陈东还是人吗 简直是太可怕了 当啦 明知道论起打架 自己不可能是陈东的对手 董大勇赶忙便将手里的棍子 直接扔在了地上 陈东 我警告你啊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你可别乱来 董鹏也是指着院子里的摄像头 冲陈东道 没错 我们这可都拍着呢 法治社会 你要是敢胡来 信不信 我们立刻报警 把你抓进去 陈东清亨 你们现在知道这是法治社会了 那你们山寨我产品的时候干嘛去了 山寨 什么山寨呀 董大勇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说的什么意思 我怎么都听不懂啊 就是 你说的是哪个山寨呀 水破凉山啊 还是微虎山啊 哈哈哈哈 董鹏也是跟着附和冷笑连连 陈东轻哼一声 还跟我装是吧 养无酒 是你们的吧 还真当我找不到你们头上是吗 董大勇继续装糊涂 什么养无酒 听都没听说过 陈东冷笑 董大勇 我一直以为 你除了人傻逼了点 做生意没脑子一点 多多少少还算个男人 却没想到 也就只是一个 敢做不敢当的窝囊废 而已 听到这话 董大勇瞬间暴怒 你说什么 你说谁是窝囊废 除了你 还能是谁 陈东故意激将道 你以为那么多人我不找 为什么偏偏找到你们头上来 还不明白吗 董大勇 董鹏 相识一眼 立刻同时明白了什么 刘文力 肯定是刘文力把他们给出卖了 草泥马的刘文力 董鹏气得怒骂 董大勇一阵无语 瞎说什么大实话 你不是都已经草过了吗 看到养无酒的事情已经瞒不住 董大勇也懒得在装 理直气壮地道 没错 养无酒就是老子生产的 你能把老子咋地呀 陈东一正词言地道 你说我要把你怎么样 你山寨我的产品 你这已经属于清泉 懂吗 清泉 简直笑话 董大勇不以为然 干脆从屋子里 直接拿出了一个养无酒的酒瓶子 指着上面的字 冲陈东大叫道 你给老子看清楚了 老子这是养无酒 跟你那养原酒 有半毛钱关系吗 告诉你 老子这养无酒 也是正规产品 你说老子清泉 老子还说你清泉呢 董大勇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完全不把陈东的指控当回事 这也难怪 在董大勇看来 陈东压根就不知道 自己的厂子在哪 也没有自己 山寨他产品的任何证据 至于刘文利的话 只要自己打死不承认 那仅凭刘文利的几句话 也压根儿构不成任何威胁 所以 董大勇完全不怕 陈东也是被董大勇的这番话给气笑了 一个山寨产品 也敢到打一耙 说自己侵权他 这个董大勇 还真是脸都不要了 这么说来 你是不打算停止山寨 准备一条倒走倒黑了 陈东冷声道 董大勇倾笑 赚钱的买卖 那哪有个头啊 哈哈哈哈 董鹏也是跟着哈哈大笑 父子俩完全都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陈东点了点头 淡淡一笑 行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希望你们别后悔 说吧 陈东转身就要离开 却又忽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你们之所以什么都不怕 不就是觉得我抓不到你们的把柄吗 实话告诉你们 你们那个山寨工厂 藏的可真不咋的 你们就等着坐牢吧 丢下这句话 陈东再没理会 直接转身离去 只是他的嘴角 却是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 他今天过来这里 压根就没指望董家父子能够痛改前非 陈东今天过来 就只是为了他接下来的计划 做个铺垫而已 山寨了他的产品 还敢如此嚣张 这董家父子 陈东怎么可能轻饶 等陈东走后 董大勇跟董鹏 却是都收敛了笑容 爸 刚才那小子 说的是真的假的 他该不会真的已经知道 咱们的厂子在什么地方了吧 董鹏一脸担心地问道 董大勇轻横 咱们那厂子藏得那么深 他能知道个屁 不过 还是要小心为妙 这样 你晚些时候去厂子里走一趟 好好地敲打敲打 让他们小心地点 最近千万别露了底 董鹏点头 明白了吧 我晚上就过去 到了晚上 趁着夜色 董鹏开着家里的汽车就出了门 出了村子后 董鹏并没有往通向城里的大路去 而是开上了一条人际罕至的小路 就这样一直开出了十几公里 已经完全开出了青山村所在乡镇的范围 最终 董鹏把车子在路边的一处山脚下停了下来 随后 董鹏走下车来 拨通了一个电话 我到了 拉我上去吧 挂了电话没多久 一根铁锁便从山腰上甩了下来 董鹏轻车熟路地把铁锁捆在了腰上 随即 铁锁上方便 开始发力 通过固定在山腰上的滑轮组 便将董鹏接上山腰 等到董鹏离开后 汽车的后备箱轻轻打开 一个身影从里面跳了出来 正是陈东 事实上 陈东白天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为了隔应董家父子 董家父子虽然知道 陈东说已经知道工厂所在的话 多半也只是炸他们而已 可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还是会来工厂看一眼的 所以 陈东一早就等在了董家门口 看到董鹏要出门 便第一时间藏在了后备箱里 好跟踪他前来 抬头看着头顶荒芜的山体 陈东也是不由地感叹 这董家父子还真是有够狡猾的 既然把工厂放在了这样一个荒山野岭之中 还采用了如此隐匿的上山方式 这万人要是能找到 那才真是见了鬼了 只可惜 他们遇到了陈东 上了山后 下去便是一个山谷 董家的山寨工厂 就在这个山谷之中 这山谷另外一边 其实是有路通过来的 只不过十分偏僻 而且还要绕很远的路途 平日里也压根就没什么人 这样一个山寨工厂放在这里 简直就是如鱼得水 不仅如此 这山寨工厂里的工人 有不少都是通过黑中介进来的 厂子里还雇得有专门的打手 就为了防止工人外逃泄密 这些事情 董大勇之前也是不敢做的 不过现在 在山寨产品巨额的回报之下 董大勇的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 开始在这些灰色地带的边缘 疯狂游走 董鹏把老爸的旨意传达到位之后 便又沿着原路返回 他刚才已经让厂子的负责人 每天派出几个人在山上巡逻 一旦遇到可疑人物 就当场抓起来 董鹏甚至还专门把陈东的照片 发给了负责人 可以说 针对的意味已经很明显了 做完了这一切 董鹏便回到了家里 在他跟董大勇看来 经过这一次的安排 厂子那边必然是万无一失了 只是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的大门却是再次被陈东踹开 董家父子穿的睡衣就冲了出来 一看到又是陈东 父子俩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姓陈的 你他妈有完没完 你要是真觉得你有本事 就去举报我 要是没证据 就赶紧给老子滚蛋 少在这里整这些没用的 董鹏也是跟着附和 就是 你再敢来骚扰我们 信不信老子现在 就报警把你抓起来 陈东轻笑道 先别急着报警 今天来找你们的 可不是我 不是你 董鹏狐疑 那还能是谁 陈东指了指身后 你们看 这不就来了吗 话音刚落 便听一阵刺耳的鸣笛声响起 董家父子抬头 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 给惊讶到了 只见村口的道路上 十几辆旅游大巴 如同一条长龙般 静直地朝着这边而来 不只是董家父子 就连青山村的人 也都是被眼前这一幕 给深深地震撼到了 毕竟 他们青山村穷乡僻壤的 平日里基本上都没什么外人来 可如今 这一来就是十几辆大巴车的人 这也太奇怪了 董家父子虽然也不明白 这些大巴是什么来头 可他们却还是隐隐地 感觉到了一丝不妙 姓陈呢 你什么意思啊 这这他妈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啊 董大勇颤声问道 陈东轻哼一声 你说还能是什么人 当然都是喝了你们的假酒 被你们害出病的受害者 什么 董家父子彻底傻眼 事实上 董大勇董鹏他们 之所以敢有恃无恐 除了因为工厂隐匿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他们生产的酒 都是销往外地的 目前主要是集中在省城那边 最大的好处 就是即便惹出了什么麻烦 也不会有人找上门来 可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陈东竟然亲自把这些麻烦给送上门来了 你妈 这还真的是送货上门啊 看着董大勇 董鹏 这父辈吓傻的模样 陈东嘴角露出一抹得意 昨天晚上 陈东就让唐念成找到了之前去盛唐集团闹事的老张头他们 然后让他们统计了一下所有遭了甲酒毒害的受害者的信息 并且让他们自愿报名 前来怀城这边找甲酒真正的厂商算账 脱了柳志忠跟炮碾的福 他们之前为了让那些闹事者找盛唐集团闹事 还专门给老张头他们建了个群 如今 这个群就成了那些甲酒受害者的维权集中地 昨天晚上 随着陈东的这个消息公布 整个维权群里瞬间就炸开了锅 那些受害者一听说能够找甲酒厂商要赔偿金 而且还有人报销来回的车费 全都是踊跃报名 争先恐后的前来 说实话连陈东自己都没想到 这些受害者的热情竟然能如此高涨 此时的董大勇却是彻底暴怒 姓陈的你敢坑我 坑你 陈东轻笑一声 二话不说 一巴掌直接扇在了董大勇的脸上 老子坑的就是你们两个大傻叉 之前在省城 老子就已经替你们擦过一次屁股了 结果你们还不知道悔改 怎么 还真当干了坏事 不用承担责任的 老子的热度 就这么好蹭啊 你董大勇气地说不出话来 陈东却是懒得理会 你什么你 有这时间跟老子瞎白话 你还是想想 该怎么打发这些受害者吧 说话间 那些大巴已经开到了董家门口 十几辆大巴车来到跟前 围成了一个圈 把整个别墅死死地围在了中间 这一下 董大勇董鹏彻底就成了瓮中之鳖 想逃跑都没机会 随即 大巴车的车门同时打开 便只见黑压压的人群一拥而下 直接便冲入到了董家的院子 转眼便将整个院子挤得水泄不通 原本一片祥和的院子 瞬间变得跟菜市场一样热闹 陈东不闲事大地开口道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位就是你们喝的那个养物酒的厂商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有什么诉求 尽管跟他们说 反正他们有的是钱 听到这话 众人顿时便把董大勇董鹏围在了中间 指着他们的鼻子便破口大骂起来 两个没良心的狗东西 做出了那种害人的假酒 简直伤天害理 奸商 竟他妈妈缺的事 将来生的孩子肯定没辟痒 黑心伤人 简直该死 看着眼前这黑压压的人群 董大勇董鹏 只觉得一阵头皮发麻 董鹏指着面前那些人 故作凶狠地道 妈的 嘴巴都给老子放干净点啊 说谁生孩子没屁眼呢 你们才他妈没屁眼呢 董鹏不说还好 一句话把众人原本就激动的情绪 彻底点燃了 一个壮汉二话不说 一把揪住董鹏的脖子 路骂道 草泥马的 干了坏事 还打骂人 我看你还真欠揍了 董鹏吓了一跳 指着院子里的摄像头 威胁道 我警告你们啊 我这院子里可有摄像头 你们谁敢乱来 信不信老子立马报警 把你们送进去坐牢 众人寻着董鹏所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看到了 那个摄像头 都是不由一愣 只是 还没等董鹏高兴起来 啪 陈东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 直接砸了过去 石头精准地砸在了那摄像头上 整个摄像头瞬间被砸得七零八落的 彻底成了一堆废品 什么摄像头 哪有摄像头 陈东故作糊涂地道 董鹏瞬间傻在了原地 这个陈东 也太会坑人了吧 众人看到那坏掉的摄像头 脸上顿时露出一副不怀好意的冷笑 就你们这些奸商 还敢威胁我们 你有本事 再威胁一个试试 别跟他们废话了 先干他们一顿再说 那壮汉说着 再没有废话 一拳夯在了董鹏鼻子上 当即就把董鹏打得鼻梁断裂 鼻血直流 这些受害者们 刚才被董鹏威胁 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的火 此刻一看有人带头 也都是再也不管不顾 挥起拳脚 便朝着董大勇 跟董鹏身上招呼了过去 董大勇董鹏再大的本事 也不可能是这么多人的对手 当即就被众人干翻在地 无数的拳脚 如同暴风骤雨一般 便朝着他们身上疯狂落下 只一会儿功夫 俩人就被打得鼻精脸肿 头破血流 要多凄惨有多凄惨 这还是院子不够大 外面的人想动手 也压根就挤不进来 要不然 以这些受害者的数量 只怕都能把董大勇董鹏俩人 给生吞活剥了 这么大的动静 早就引来了无数青山村村民的围观 只不过 大家也就只是围观而已 这么多辆大巴车 这么多号人 他们可不敢抢出头 更何况 董大勇董鹏这父子俩 占了自己有俩臭钱 平日里没少在村子里作威作福 甚至不少村民都被他们欺负过 如今这父子俩挨打 众人没落井下石就算不错了 怎么可能去管他们的闲事 一直被群殴了五六分钟后 董大勇再也扛不住了 抱着头大喊起来 别别打了 我们知道错了 我有心脏病啊 再打真的会死人的 听到这话 众人这才终于停了下来 那壮汉又是一巴掌打在了董大勇头上 骂骂咧地道 心脏病个屁 跟老子装什么装 告诉你 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要不然 就算你没心脏病 老子也要把你打的心脏病发作 事实上 这壮汉其实就是维权群的群主 本身就是一个混子 脾气本就火爆 就因为喝了董家父子的假酒 结果喝出了胃出血 住院住了好几天 如今见到董大勇 董鹏 这俩罪魁祸首 他自然不会有丝毫客气 有着壮汉群主带头 在场的众人 都是忍不住一阵叫好 一时间群情激愤 差点忍不住 又要报答董大勇他们一顿 别 别打了 董大勇连忙举手求饶 有话好好说 你们想怎么解决 我们都配合 只要别再打我们就行了 没错 别打了呀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呜呜呜 董鹏腾的眼泪都下来了 看到董大勇跟董鹏认怂 壮汉群主的脸上 这才露出满意之色 我们想怎么解决 你们都配合 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呀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 那就是赔钱 没错 赔钱 赔钱 壮汉群主的话 立刻就获得了众人的赞同 董大勇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样的结果 他也已经料想到了 这些人大老远从省城跑了过来 要是不拿到点好处 他们怎么可能轻易回去 最终 董大勇指的无奈说道 行吧 破财免灾 赔钱我认了 说吧 你们想要多少 壮汉群主咧嘴一笑 放心吧 我们也不多要你的 我们已经提前找相关部门 做过伤情鉴定了 具体需要的赔偿金额 我们也都给你列出来了 你就照着这上面的赔就行了 说着 壮汉群主便拿出了几张表格 扔到了董大勇的面前 这表格上面登记的 就是这些受害者每个人 所要的赔偿金的金额 这些金额多则几万 少则几百上千 病情清楚 金额公道 只是当董大勇看到 那最后赔偿的总金额时 整个人却是金的眼珠子 都快掉在了地上 120万 董大勇惊呼出声 一旁的董鹏也是气得不行 开什么玩笑 你们怎么不去抢 要知道 他们靠着那山寨工厂 赚到手里的钱 总共也才一两百万而已 就这还没算工厂 投入的钱 如今 这些人上来就要 要走他们120万 这等于他们这些日子 算是白忙活了 只是 董鹏这边话刚说完 那壮汉群主二话不说 一巴掌就直接甩了过去 嘴巴给老子放干净点 我们这是正经维权 你敢说 我们是抢 告诉你 我们的这些赔偿金额 那都是经过有关部门 权威认定的 你要不是不信 现在就跟我们 一起去重新认定一次 还敢说我们抢 告诉你们 我们要是真有心抢你们 信不信把你们家房子 都能给你们拆咯 不得不说 这壮汉群主 绝对是个扛事的人 说起话来很是霸气 那些受害者们 在他的带动下 情绪也都是激动无比 眼看又要忍不住 对董鹏动手 董鹏彻底被这些人的气势 给吓到了 再也不敢多说一句 这壮汉群主的话 一点也不夸张 就眼前这几百号人的队伍 一人一几块砖 只怕就能把他们这个小别墅 给活活拆了 董大勇也算是看出来了 就今天这个事 他要是不按照这些人的诉求 赔钱的话 那是肯定过不去了 关键是 就算是报警 董大勇也不敢啊 眼下的事情还能用钱解决 要是真把警方卷进来的话 那牵涉到了假酒害人的问题 只怕就不是区区一百多万 能够解决得了的了 最后 董大勇值得无奈拍板 好 这钱 我赔 众人闻言 顿时一片欢呼 看来这次 他们真的是没有白跑一趟啊 随后 在壮汉群主的带领之下 所有受害者 便在董家的院子里 排起了长龙 开始挨个地找董大勇领钱 看着手机里不断缩水的余额 董大勇简直心如刀脚 这可是他辛辛苦苦靠着山寨产品 好不容易才赚来的钱啊 结果现在全都吐出去了 这真是比哥他的肉还疼啊 院子外的村里人 看到眼前这一幕 都是不由的一阵 咋舌撇嘴 从那些受害者的话里 众人已经听出了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知道董大勇 这是因为生产的假酒 喝坏了人 这才被人找上门来的 不过 一口气要赔一百多万 这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排队之后 董大勇终于把所有受害者的赔偿金 全部付清 弄到最后 董大勇卡里的钱也已经彻底见底 可谓是风风火火几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好了 你们的赔偿金 我已经给到位了 从现在起 我们之前的账就一笔勾销了 以后 你们可都不许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了 董大勇忍着肉疼说道 说实话 董大勇现在真的是肠子都快毁清了 早知道当初他就应该按照正常的流程来生产酒的 大不了 就随便买点便宜的散酒 灌到瓶子里也行啊 反正那些顾客认的也就只是养元酒的牌子 至于喝了之后有没有药效 那就跟他没关系 总好过现在 他当初就是为了省事 提高生产效率 所以让人直接用工业酒精勾兑了白酒 弄到最后 全他们瞎忙活了 不过董大勇已经想好了 这次就当是花钱买教训了 等这次事情过去之后 他就让山寨工厂改变策略 至少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再喝出问题来了 这样他也就能放心挣钱了 壮汉群主他们一边查询的手机里的道账 一边笑呵呵地道 放心吧 我们也都是讲道理的人 拿了钱就肯定不会再来找麻烦了 再说了 省城离这大老远的 这次要不是这位东哥给我们包车 你以为我们多想往你们这山沟子里跑呢 听到这话 董大勇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看着陈东的目光里 像是要喷出火来一般 姓陈的 你给老子等着 你他妈把老子坑这么惨 老子跟你没完 陈东轻笑一声 这就惨了 这才哪跟哪呀 更惨的还在后面呢 还记得我昨天跟你们说过的话吗 我说过 会让你们后悔 你们父子俩之前三番两次找我麻烦 这次我要不让你们把肠子毁清了 我陈东算是白火了 董大勇也是被陈东这气势给吓到了 声音低沉地问 姓陈的 你还想干嘛 干嘛 陈东看了眼手表 轻笑一声 时间差不多了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话音刚落 董大勇的手机 就忽然响了起来 看着手机上显示的号码 董大勇心里猛地咯噔一声 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电话接通 那头立刻传来了山寨酒厂负责人的声音 老板 不好了 咱们的厂子 让警方给端了 遇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